拜託水利會 老哈水殺幫 台南市東山區即被耍部落居民 為了阻止加南農田水利會 拆除部落的洗衣棚 一早就集結在洗衣棚前 拉白布條抗議 居民表示在水浚洗衣服 已經是部落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他們聯絡感情 小孩吸水的好地方 所以要求水利單位 重新評估拆除的必要性 它不是單單只是一條給水的灌溉的水準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感情的河流 所以如果水利會因為有人到水準去洗衣服 發生意外而被家屬提告 他們就因噎廢死 要把所有的洗衣空間都給廢除掉的話 禁止洗衣的話 其實它是在失淚人跟土地之內的感情 對於居民的質疑和訴求 由加南農田水利會新營管理處主任回應 禁止洗衣的公告已行之有年 不是因為有人發生意外才禁止 面對居民訴求表示會再溝通 我們會再和地方人數 還有那個地方的文化那些工作者 我們會加強和他們溝通 看他們的訴求 看他們的存錢怎麼樣 一樣我們再報水利會 來謝謝 居民表示自從加南大鎮開通給水後 他們就在這條水鎮洗衣服 有人是從小洗到大 現在加南農田水利會說拆就拆 讓在地的吉貝耍族人憤憤不平 他們呼籲水利單位留下洗衣板 不然後續會有更大的反彈 記者巴朗台南東山採訪報導 好